这个 扎胖老婆 啊啊啊 江湖老婆啊 啊好 这个手机啊 可能上网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扎胖 我决定了啊 明天我离开这边回去东莞了 腿哥呢 原本是我跟他说 帮我主播机场 我跟他安排手机 那我现在我也不用他主播了 对不对 呃 我居然话说出来了 我说我帮他安排手机 多的能力也没有 因为大胖的实际情况 大家看我视频的粉丝应该也知道 我上个月去法院处理的事情 我现在每个月还要还 我身上也没多少实力 说实话 那我还是 尽我的小小能力吧 给他安排一个二手的手机给他 算是我 做到了我对他的承诺吧 至于他对我的承诺 我们就不去 不去计较那么多了啊 我当时就在说了 我过来就是 拍拍腿哥看看他的状况 啊 搞一波流量的 啊 我的预期也差不多吧 啊 明天就离开了 还是我觉得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走四方无据无数 是吧 自己想拍什么 就拍什么 明天离开了 看我这个房 四楼 四楼就两间房 四楼就两间房 这楼梯啊 没有房 我目前呢 当务自己是要稳住 稳住这一个月 对不对 到东莞呢 消费水平呢 住宿成本呢 比较低 也方便于我稳定 先回东莞吧 那就先回东莞吧 现在拍八点钟了 去看看手机啊 跟他看看手机 这里啊 这个 这里买的 这里买 我现在在这个手机店这里 跟鸡腿看手机 但是我联系不少刘先生 也不知道记得在哪里兄弟们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买这个手机 买了找不到人 有什么数据 一个人上网的 220 砍价应该200能搞下来 但我现在联系不上鸡腿 发信息给有种 有种没回我 回来了 回来了兄弟们 大家好 现在10点多了 有些人下波跟我联系了 他说鸡腿在哪里 人家这里这两个手机店啊 220块钱 这个 啊 啊 好 你听说你是那个黑户啊 办不了卡的 电话卡办不了 就电话卡办不了 你帮我给你买个手机也没用啊 那你现在我听网友那么说 你以前小萌都给你搞了好几个手机 你都拿去是吧 丢了 钓了是吧 对啊 那你现在跟着游先生我要考虑他的感受 多了少少啊 那你你答应给我主播呢 你也没有主播 是吧 但是我们兄兄弟弟的 我给你安排一张实力 好不好 我也是 还是要给你安排一张实力 嗯 行吗 嘴哥你这个方案满满意 你脏有点小 你你这个想什么呢 你 你是按照篮球的价格去的吗 你这是 这个不行 这个很邪门的 你安排你我安排打篮球 我倒霉的我跟你讲 没倒霉 你同不同意 同意我就给你一张实力 可以 你答应给我主播 你也没主播 你还把我安排了一天 那我明天要走了 但是是吧 我明天走了 明天走了 然后是吧 做朋友之间 我给你支持一张实力 可以 好不好 我刚刚问了 那个手机220 220 好吧 安排一张实力给你 可以 满满意嘛 你给个表情嘛 你都要买不到手机 游先生呢 你跟他游先生 游先生的意见 他的意见很重要啊 他想给你搞手机 他也站住一点 你有了吗 你毕竟现在跟他吃饭的呀 我也考虑他的感受 好吧 嗯 大家觉得我这大方 这个处理方案 可不可以啊 我安排推哥一张实力啊 那一张实力 拿下泡羊 没事没事 加油 好好照顾自己啊 好不好 你别拿去 你别拿去打篮球了 打篮球我会倒霉的 打不了我 打不了最好了 三八张 OK了 那算了 可以了 就这样啊 嗯 我明天回重管了 保持联系就好了 可以 OK 你随时过来 继续联系 OK OK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 没什么的 你不要听大家 会不太接受 我不理的 好 你要8加1吗 好吧好吧 8加1额外给你啊 好吧 腿哥你那个 那个钱拿好啊 好好好 那是我给你的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啊 听到吗 你懂不懂 我懂 ok 好好好